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了解2月3号的治愈者首次超过病死者 虽然疫苗还未研制出来 但部分的治疗手段已经看到明显效果 感染了病毒是否一定会有肺炎的 不一定 都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症状之后 正常一个星期之内就会治愈 目前多数病患治疗后的情况是良好 少数可能发展成为危重症 目前没有特定的治疗药物 主要的疗法是加强支持的疗法 及时进行有效的养疗措施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 高级业专家组成员李南娟 她曾经僻疗患 现在大量的病人是根本都不用激素的 那究竟什么时候可以研制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 目前中国、美国、日本、澳洲等国家 至少6个研究团队正在研究病毒的疫苗 2020年1月27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 启动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研发 其他的研究团队都根据已经公开的病毒基因讯息 开始研发疫苗 一般情况下,单单是疫苗的研制 就要经历相当长的实业室和临床试验的阶段 我们分离到新型冠状病毒的毒株 意味着我们已经可以有了育苗的种子株 我们把育苗的种子株接近培养 然后可以变成育苗株 通过育苗株以后 我们就可以支配育苗 这个支配育苗要有个过程 从前面我们拿到育苗株是一个半月 然后面这时候还得要一个半月的 这个审批的过程才能够出来